兴奋夫妇在野外看到一只黑熊 两人激动地拿起相机拍照 但很快发现原本憨厚可爱的黑熊行为异常 因为黑熊不断地用头撞鼠 男人觉得有些奇怪 女人接过相机 看到的仍然是黑熊憨态可居的一面 男人不相信 这下两人有些猛圈了 然后两人拔腿就跑 忽然男人被石头绊倒 可黑熊竟然忽视他直接扑向女人 三两下就让女人骨肉相离 把男人吓得屁滚尿流光速逃跑 黑熊之所以性情大便是因为 此前他整整误食了一整包毒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些毒品是大自然的馈赠 为了逃避警察的追捕 毒贩只能将全部毒品扔到下方的森林 跳伞前他还不忘嗨上一把 结果由于过于亢奋 导致跳伞时头部撞到舱门 落地成河 第二天清晨 当地警方接到了群众报警 看着被摔死的毒贩 再看看货上的包装 经验丰富的警长查理 一眼就认出了对方是 莫斯哥的白粉马仔 查理以为这是毒枭们 新的运毒方式 他让同事们清理并控制现场 自己则为将要发生的事情做准备 而与此同时 运货失败的消息 也被墨西哥的毒枭得知 为了赶在警方之前 拿回这批货 黑老大找到了得利 干将黑胖 黑胖带着自己的好兄弟 两人急忙驱车赶到这片区域 可他们不知道自己 已经被当地的混混盯上了 黑胖刚进卫生间 一个黄毛拿出匕首 威胁黑胖交出身上的钱 结果黑胖按住他的胳膊 直接撂倒 另一个滑板男剑同伴受伤 抄起滑板对着黑胖猛地抡过去 黑胖夺到滑板后 一把把他按到墙上 让他疼得动弹不得 最后一个小混混偷袭了黑胖 给他肩膀上捅了一刀 但这对于皮糙肉厚的黑胖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干掉小混混后 兄弟进来查看情况 没想到竟然在小混混身上 搜到了他们丢的火 然后黑胖用凉水泼醒黄毛 一顿威胁厚厚从对方口中得知 这包面粉是几人在森林里找到的 接着他们强迫黄毛带路 是要找到丢失的火 可他们不知道 散落的包裹已经被人陆续发现 两个来森林中游玩的小孩 在草丛里发现了一块被包裹起来的白粉 天真的女孩不知道这是什么 还以为是什么新型糖果 她用小刀挑起一小撮就往嘴里送 但是显然味道难以让人接受 刚吃进去她就立刻吐了出来 还用手啪擦舌头 出于好奇心 同行的男孩也大着胆子尝了一口 结果男孩和女孩的反应一样 刚进嘴就立刻吐了出来 这块价值十刀美刀的面粉 在他们眼里和垃圾没什么区别 就在这时 女孩发现地上还有一块一模一样的面砖 这块的包装已经被撕破 里面的面粉也撒了一地 似乎是被什么东西舔过 起初两人还以为是小鹿的所作所为 可就在男孩清理嗓子的同时 他们背后突然传来声响 回头一看 只见一头巨大的母熊正要打喷嚏 看着巨大的黑熊 两人拔腿就跑 眼看外出游玩的孩子迟迟未归 女孩的母亲玛丽有些着急 她找到了护灵员胖姐和胖哥 三人来到山上 开始到处寻找孩子的踪迹 最终在一棵大树上 他们找到了瑟瑟发抖的男孩 男孩急忙将刚才的一幕告诉了玛丽 母亲有些担心 听说有熊攻击员胖哥有些觉得搞笑 因为熊是很温顺的动物 可这时周围的气氛开始变得诡异 胖哥忽然被什么东西拽到草丛里 看着正在挣扎的胖哥 胖姐急忙开枪救她 结果却打错了地方 直到看见被母熊舔过的面子 胖哥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可谁知母熊并没有走 而是偷摸来到了胖姐背后 他对着胖姐的肥镖就是一爪子 慌乱中 胖姐不小心开了一枪 枪声吓跑了黑熊 胖姐急忙起身 撂下一句我去报警 就一蹶一拐地跑了 鸡贼的胖哥也赶紧爬到了树上 躲过一劫 过了一会儿 母熊竟然爬上南海所在的树 千钧一发之际 忽然吹来一股风 母熊闻到一股上头的味道 然后直接忽略小南海 十分果断地换了目标 爬到胖哥所在的树上 将他残忍杀害 趁着胖哥用生命换来的空隙 弟弟妈急忙带着南海逃进了森林里 回到站点的胖姐立刻就呼叫了支援 南海也趁机告诉了她事情的前因后果 得知自己的女儿还活着 俩人决定去森林里救出她 另一边胖姐回到基地后 鼓足勇气发誓一定要干倒黑熊 她让同伴打开门 没想到熊竟然在门外卖萌 同伴还在疑惑 就被手抖的胖姐一枪抱头 黑熊听到枪声大感不妙急忙跑开 过了几分钟后 屋里的两人听到房顶有动静 以为母熊要从房顶的烟囱里爬进来 而就在胖姐瞄准烟囱口时 不料黑熊竟然从正门突破 等医疗救援车赶到后 他们都被眼前的一幕惊到说不出话 门口躺着被抱头的小伙 以为还有伤员 她刚想过去看看 躲在角落的黑熊缓缓现身 她失去地把门关上 但已经太迟了 黑熊压在门板上让男人难以招架 几百斤的体重让男人痛不欲生 她甚至还在上面蹦蹦跳跳 男人拿起医疗包砸向黑熊 没想到黑熊竟然被这个医疗包吸引走 以为这个盒装毒品一样的包里会有毒品 男人乘此机会赶紧逃跑 然后他们立刻开车逃跑 发现受到欺骗的黑熊立刻追了上来 或许是太过气愤 黑熊竟然比车的速度还快 等到快追上车时 黑熊纵身一跃 直接跳到车里面 被捆在单架上的胖姐被甩了出去 脸在柏油马路上摩擦结局可想而知 而男人则被黑熊咬掉了毛袋 女司机只是往后看了一眼 下一秒就撞到了树 只剩下嗜血的黑熊若无其事地走下车 慢悠悠地逃离作案现场 与此同时 黑胖压着黄毛哈自己带路 可他找了一路 竟然没有找到任何东西 黑胖以为混混骗了自己 掏出家伙就准备干掉他 可谁知警长查理竟然从凉亭上钻了出来 他在凉亭上找到了一大包白粉 看到黑胖 他就知道自己没白来 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之际 黑熊也闻到了白粉的味道 可包裹在凉亭上 黑熊找不到 因为毒瘾发作 没药科的黑熊直接趴在了人的身上 黑胖以为黑熊死了 凑近查看 谁知兜里的白粉不小心掉到了地上 闻到气味的黑熊瞬间来了精神 他一口叼起白粉直接塞进嘴里 随着药效发作 黑熊感觉整个熊飘飘欲仙 他抓起一个精神小伙 就准备干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 查理感觉有些不对 他拆开一包白粉 黑熊瞬间就被吸引了过去 看到黑熊正在贪婪的舔食面粉 精神小伙松了一口气 查理利用白粉将黑熊引到一边 他让几人快逃 可黑胖却不想走 他要把货带回去 看着磨磨叽叽的黑胖 不远处的黑老大也没了耐心 他果断开了一枪 打伤了查理 慌乱中货也掉到了地上 黑胖刚想去捡 谁知道黑熊又跑了过来 没办法 一行人只好先撤 而与此同时 跑进森林的玛丽两人 遇到了情侣中的南方 三人原本是想下山寻求救援 结果走着走着就迷路了 眼看天色已晚 三人就找了个山洞想休息一下 谁知这个山洞是黑熊的老巢 情侣男不愿进去 最后只有一老一小进洞 洞里丢着一大包白粉 两头小熊正在嗨皮 眼看情况不对 玛丽就准备悄悄退出去 就在这时 山洞里传来声音 玛丽探头一看竟然是女儿 原来 女儿只是被黑熊当作玩偶 送到了巢穴里 虽然免于一死 但女儿的腿却摔伤了 看到女儿还活着 母亲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还没来得及酗酒 洞外就传来了声响 随后在小熊崽子的带领下 他们赶紧躲到了洞穴尽头 而洞穴后面竟然是一个瀑布 这时黑老大也沿着面粉的痕迹 找到了这个山洞 看到地上白粉的 他知道这回找对了地方 接着赶紧叫手下装起来 同时躲在瀑布后的母亲和孩子 也被他发现 但黑老大并不打算离他们 因为他在头顶上 又发现了一大包白粉 小熊发现黑老大 想带走他们的零食 死死缠住他不愿松手 黑老大一脸嫌弃地 想要踹开他们 小熊的惨叫 又引来了母黑熊 看到自己的老窝被人端了 黑熊十分生气 他直接从悬崖上跳了下来 眼看黑熊来了 母亲也孤不得这些了 他带着两个孩子 跳到了下方的水潭里 看着先跳下去的人毫发无伤 黑胖两人也急忙跟着跳了下去 黑老大对着黑熊开了两枪 子弹正中黑熊的胸膛 一个脚滑 黑熊就掉了下去 只留下两只小熊在哀嚎 看到黑熊没了动静 黑老大就以为干掉了它 他起身想要拿回被挂在悬崖上的火 可谁知手一滑 包不小心掉了下去 一包白粉意外被打开 这些粉末又不巧飘到了黑熊这边 奄奄一息的黑熊顿时满血复活 他悄悄爬上悬崖 一把将黑老大拍了下来 最后黑熊一家成功抢回了白粉 对着夜空发出了胜利的吼叫 因为已经对毒品上瘾 不难料到 这些黑熊的下半生 将在无尽的痛苦挣扎中度过 无论是动物还是人 只要碰到毒品就不会有什么好下场